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我们追求梦想之路 有时会发生一些意外 没有想到的情况 但是只要你继续坚持不放弃 还是可以达到目的地 只是可能时间晚了一点点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两位来宾 他们的演艺之路 就是一段人生的试验过程 和不断自我探索的对话 一块来看看 他们怎么样度过这段旅程的 好 马上接到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李组长 李凤信欢迎 主长好 各位现场来宾 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组长 组长来了 要立正座好 水蛙 应未明欢迎 大家好 我是水蛙 应未明 各位一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那我们的作家陈安逸欢迎 嗨 大家好 好 作家吴若泉欢迎 清妮好 大家好 我们的李组长 你从小就很喜欢表演 但是家人坚持让你读军校 对对对 你很叛逆还偷偷退伍啊 因为我们家里面来讲 其实我比家属于叛逆个性 那因为家是那种外城第二代嘛 那夫妻是军人嘛 那妈妈也是那种很传统的女性 所以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 父母教人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所以我前面几个哥哥都干职业军人嘛 到了我高中毕业 一样考军校 对那时候 你所当然 对对对 就是反正就是没有想到 未来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国中开始 我就很喜欢表演 那也去考训练班 为了这个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 有人训练班是骗人才干 不晓得嘛 就是外面民间训练班 一个旗要三千多块钱嘛 可是民国六十几年 要三千多块钱 就学那个 那时候三千多块很贵耶 对对一个军人家庭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父母 就是有点闹意见 对那后来高中毕业 那父母说考军校吧 那就读军校吧 就等于说所有的过程 都是父母决定 那就去考了 那我考志弹学校的时候 那志弹学校也有隐居系嘛 那我想说考隐居系 那我妈说 读什么隐居系啊 读政治系 就读政治系了 对对 后来就在学校读了四年 然后就毕业当军官嘛 那时候也没考虑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反正学校毕业了嘛 就到部队当干部嘛 那当干部就带兵 就等于说未来就是 一段一段的年之生嘛 就没想那么多啦 对对 后来到了民国 我妈妈应该觉得这样是个很好的铁饭碗之路嘛 对对对 就是说你刚刚二十年 退伍国家像一辈子 对对那个时候我们也没 就是说 虽然自己喜欢做什么行业 但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啊 那种教育成那种封建的思想嘛 所以就说那就 就这样干嘛 就这样做嘛 所以在部队里面也没想到说 要做什么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反正当了军官 你带阿兵哥 每个月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固定的嘛 部队一年到头 每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 它是一个喜欢性 但是你后来偷偷退伍耶 对后来 到了82年 结果我们那个国防部 因为人是管道不通了嘛 那我那年要正好在宗教区 结果站不到宗教区 那国防部就有道命令 说我们满十年可以退 对我想那机会来了 我就跟我妈讲说想退了 对那时候那时候我还 就是也有小孩了啦 那那也就没有跟小孩 因为小孩一小嘛 也没沟通就跟父母讲 那我妈当不同意 要说怎么可以退 你现在已经干十 我那时候已经干了十一年了 这个九年就可以吃中文了嘛 二十年 我妈说怎么可以退 不可以退 那我说在宪明司令部任官嘛 我想我就自己报退了 对退下国防部批准之后 我就跟我妈说退伍啦 对那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我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有一个小孩 我那时候两个小孩了 两个小孩放弃这铁饭纹 哇你很勇敢耶 对我那时候就 然后正好在带兵的时候 带到那个伏兵役的阿兵 就是大船系毕业的嘛 他们伏兵役一年多嘛 说那我们可以来搞硬体设备啊 做摄影 开摄影公司啊 我说那也好啊 我就就退了啊 退完之后 退了去搞摄影啊 对 因为我本身没有学 花了多少钱 哦你看那个时候民工 八十二年嘛 我那时候退伍 我大概扶了十一年的兵役嘛 那拿了一百一十五万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那一套器材啊 一百二十万 对啊 全部丢进去 对啊 那时候那时候摄影器材 叫做Ikigami 57嘛 全台湾就五部 我就其中一部 花了一百 花两百万 你没有退休缝了 你还把所有存的钱都 对对对对 我就把全部 就前面完了之后 我觉得我发觉到 其实走硬体不太对 因为也不是不太对啦 就是好像我们做传播来讲 好像应该走软体嘛 因为我也不会摄影 等于我买了器材 我还找摄影师 买工程车 然后接个案子之后 我开销之后 我根本没有什么利润可言嘛 后来我半年之后 我就把器材给它处理掉 我说不行 我就走软体 对 既然走传播后 想未来给自己定个目标 要走制作的话 你一定要了解到 每个工作指导在做什么 对所以我就开始跑歌剧组 对看什么叫执行制作 什么叫厂技 什么叫副导 什么叫导演 什么叫书画 要知道他们到底做什么工作 然后他们的指导在哪里 然后到现场之后 要怎么样去看导演怎么拍戏 我这样慢慢去学 这样做多久 我这样子做了也有 大概有 其实一直这样跟着技术跑了 对 有这样十年时间 十年 对 你打马步又十年时间 对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 李组长这个角色 这个台词大家还记得 李组长眉头一皱 发觉案情并不单纯 对 其实这个也算 这个也算自己有这个运气了 但是很红耶 那正好在96年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 跟我的前妻我们做一档 那个紫色曼陀螺 对 那个时候对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那时候 类似前面已经红一段时间了 那什么玫瑰同学 对对对 那是已经红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 对对 所以你做了紫色曼陀螺 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的面案现场 我们那时候他们就写了 一名一些春菇啊 香 也不像香菇就是春菇啊 然后百姓啊 就是什么名称都有嘛 后来那时候 因为我请一下编剧嘛 他就想说 那既然面案现场的话 来了一位立群 那是为立群乡名 对 那那个时候 乡名为官 乡名就出来 对乡名为官就出来 对后来 那我们那个编剧的统筹啊 想说为什么每次看李主导办案 就揍给眉头 也没有什么台词 因为内心剧台词比较少嘛 对 也没有什么旁白 他就写一个说 李主导眉头一揍 发觉案情不单纯 我觉得很不错啊 就用这样的台词 那种OS 然后配上我的动作 对就揍眉头 发觉就眉头上揍一揍 对 也是不错的 对对对 那时候很关键 对对对 眉头一揍就要破案 对 所以看李主导演戏 几十年 然后没有拿过枪 没有追过犯人 就桌子一拍 眉头一揍 对 灭然就破了 对好神啊 好神好神 PTT那时候好红 好多人讨论 对 那时候正好是 有网站叫PTT网站 对 他们有个八卦版 那在里面就写说 有一些项鸣为官 那他们就突然想 一个李主导眉头一揍 发觉考试什么时候不单纯 大概就红起来 就开始弄了 然后就开始注意到李主导 就把它炒热起来 炒热这么多年 终于机会来了 细月也不断 那时候听说 月收入有三十万 苦尽甘来 是没有 也没那么多 也就是差不多了 对 对 那时候心情应该觉得 那时候觉得 我就该走这一行终于 对 会比较 心情会比较稳定一点 就是说 知道自己的未来 是有一个 有一个前瞻性可看 那前面那段时间 真的是比较辛苦了 对 那如果说你在 对一个行业 你不坚持的话 不去揣摩的话 你真的很难熬过那一段 因为有时候 你刚开始 我们刚开始跑通告的时候 一天也大概就一千块吧 对 因为下来 对 也不够一万多块 大特了 小特 对 要跑很轻 你才会有个 大概一万多块钱 在台北你说 一万多块养家 养孩子是不太可能 对 所以就是 一个坚持 对 有人说这个十年 会觉得很直出 有人会说好傻 若熊克你怎么看 等十年才翻身 其实坚持跟执着 一念之间 然后通常我们都是 以成败论英雄 如果到最后 很快乐很自在 那你就是坚持你的梦想 对不对 可是如果穷途潦倒 然后什么都没得到 好傻 执念太深了 很傻 太固执 对 那可以知道 就是说其实像 这样的中年男生 其实人生追求两种财富 一种是看得到的金钱 终身退休风 这一种 另外一种是无形的 就是我自己对某些事情 很热情 这种无形的财富 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刘主长今天 现在展现出来的样子 就是说 他坚持走在自己 想要的路上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怎么定义 你自己人生的成功 我们先进广告 那人生的路程就是这么有趣 永远会有新的关卡跟挑战 后来类戏剧又没落了 对 突然失域又减少了很多 那时候你开始去卖便当跟红豆饼 对 就是因为反正每个行业 它都会有起起伏伏 对 对 那类戏剧后来就 经过大概十年时间光景 就慢慢有点没落了 对 那还是要生活 那因为前期还写剧本 那后来我们就在 在西湖捷运站卖便当 对 那我也有学过什么红豆饼 我也去台中学红豆饼 对 那个生活要过 对 可是觉得像在卖便当的时候 它那个过程 因为捷运站里面 它有很多摊贩 有没有认出你来 会 会 那一次 那一次 在捷运站摆摊的时候 那个媒体报道很多 那天早上就大概有十几个媒体 那很像是 很像是新闻局 记者会 看记者会一样 对啊 我还没到那个市场来 我还没到那个 还没打电话 中市的记者 打电话 我说 李主长在某个捷运站 眉头一皱 他说你还没来 我说什么事啊 我说我还是买菜啊 他说不是啊 我们媒体全部在那边等你了 我说啊 是哦 我说没有跟我讲啊 他说对啊 我们就在那边等你了啊 他说你快来吧 我就赶快把这种 一看哇 一整排就记得白名 我说 那这样生意不是变好了吗 是会有增加 可是造成别的摊位 就会有一点压力 怨言 有点 对 那时候 因为我们的摊位 是有给政府租金嘛 那有的是原摊位的 他给市政府 大概是一千多块钱的租金 那我是在跟那个原摊位的 转包 对 所以他租我一个月是一万五 那根本就很难卖嘛 那便当来讲的话 像我卖那个鸡腿办的便当 我一个卖六十五 那旁边就卖六十 我卖六十他卖五十五 对啊 你就没办法那个嘛 那他们 那每一次记者来访问 他们就说 他们就讲 就跟那个什么 那个主委讲 说你每一次有记者来 那人家还不做生意 就是你在那边 就造成他们困扰嘛 所以我在那边 大概待了一个多月 我就没有做了 对 因为你怎么做都做不过 那个 你做就给房租了 君度反而变成是包袱 对对对 给房租了 后来想想 自己也不是很有兴趣 做这个东西啦 因为还是喜欢走 演艺圈的这个路嘛 对 那后来就做一个多月 反正就 反正他房租要也不降 我就收掉了 就再等机会 后来这个时间 你去客运公司 对 我到一个 对台北市一个 私人的客运公司 当机察啦 对在那边做就是 其实没有去那边 也不知道说 每个行业的干股谈啦 那个驾驶司机 一个月薪水大概是 六万多块嘛 可是大概每个月 驾驶大概都拿三万多块钱 拿不到六万多块 对因为你 你机察每个月 你公司一出去 你也没有靠边停车 对 有没有过站不停 那你车子的整机够不够 对 所以我们都要去 机察司机的东西嘛 扣个小过去 扣多少钱 扣个大过去 扣多少钱 我们以前以为 司机大概正是 你刚才讲五六万 还算是高薪 对对对 其实领不到 领不到啦 比如说他那个路边 停车没有 就没有在 超过十五万以上 我就把它登记起来嘛 一个大过去扣你六千块 就这样扣 所以有着很多驾驶 他们开支道之后 一个月下来 反而 反而他拿不到那么多钱 有时候 还跟公司借钱 蛤 那会不会恨死你这机察 对啊 你这个纠察队 对 后来我在那个公司 待了大概两年吧 因为 驾驶的那个层次会 会落差嘛 那后来我在那边待两年 我觉得不行 因为马天怕被人家 看破坏 真的 后来我就 好可怕 对啊 可是离开了公司之后 因为有两年的经验了嘛 那可是我做别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要生活啊 后来我又去了一家 比较大规模的 客运公司 去当机察 去面试机察 那时候已经有李组长 这个名声了嘛 那去应征 那跟那个 那个客运公司 机察组长 那个什么 组长 我们也都很熟嘛 那我就去填 他说 李组长你来面试啊 你也来面试 我对啊 我说 整合生活啊 我说因为 现在细早的话 女孩子工作啊 他就 他就过 哈拉几句之后 就 我就填单子嘛 填完之后 后来他离开了 然后过来叫一个女孩子进来 那女孩子跟我讲说 他说 那个李组长 你就不要填了 我说为什么 当然录取 你有经验啊 对啊 我说我做过两天 那机察组长啊 他说 我们那个主任讲 说 你那个名声那么有名 你来这边 会给公司带一些困扰 所以你就不要来 他说你这样写 他说你写了 我没有不用你 你就没有必要那个了嘛 他说那单子 你带回去好了 我就把面试带出来 那时候出来 那个心情很差 那时候心情很差 因为想说 李组长有点名气 应该做什么事情 都应该很好做嘛 为什么会 你不要 对 对对对 后来那时候 真的心情蛮低落的啦 对 阿姨怎么看 这个过往的经历 没有帮他加分 甚至扣分了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所谓圣明之雷啊 因为 有了一点小名气之后 其实在 真的在各个行业里面 会有点辛苦 这也是很多艺人 就是后来面临转型的时候 常常会遭遇到的困难 就是反而是 这个名声太亮 然后摆到哪边去 好像都变成别人的压力 或者变别人的眼中钉 其实比较辛苦一点 不过我是觉得 其实跟他选择的行业 也有关系啦 OK 好 这段旅程中 有一个人 其实对你很重要 就是你的前妻 对 你刚刚提到他是编剧 对 所以你们工作是很相近的 对 对 那 我跟我前妻大概也 因为年龄差了 一段距离 我跟他 正好差12岁嘛 对 所以他那时候 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跟他认识了 而且那时候你其实 还不是李组长 还不是 这方面都不是那么文明 他都跟你在一起 对 那后来就是因为 我走这个行业 他学校毕业之后 他是读历史系的嘛 那他就觉得 就写这个编剧 这样子 对 那整个过程 他也是蛮支持我的啦 对 因为其实一开始 我在去他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结婚之后 他妈妈其实不太正诚 说把女儿 做大学毕业 颜值也不错 那怎么会嫁给老婆 对 所以也是经过一段的抗争啦 对 因为刚刚我们讲前妻嘛 他感觉是各方面 本来很支持你 但是在你事业走下坡的时候 他跟你提出了离婚 所以算是你人生 最低潮的一个时期 对啦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喔 它是一段时间累积的啦 那我跟我前妻离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谈得很清楚 就是他也帮我讲的 就是说他希望 追求他自己的人生啦 因为那个时候女儿正好国小要毕业 要读国中了嘛 她正好有机会 去大陆去发展 那她希望说能够到那边去 追求自己的目标啦 对 对 讲很 其实我们讲得很明白 那好吗 就是说 如果你想去追求你的幸福的话 或者追求你的目标的话 我们就 就离开嘛 没有其他的争吵什么 我觉得 对对对 那时候你工作 其实那时候工作不好嘛 对 那个时候正好是碰到我们 其实没有练习对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在百度边摊 卖红豆饼嘛 他还是在写写东西啦 那 他其实也就叫我去做一个什么 固定工作 那我就觉得 我的信还是希望在 在演艺事业上啦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 前面投资了那么多时间下去 投资那么多精力下去 放弃 又觉得有点 不甘心 对 那不放弃嘛 那眼前的东西又要吃饭 那时候他会 有时候他也会练几句啦 那当然我就会有点不高兴嘛 就会有点争执啦 对 那后来我们就这样 他去发展 那我们就离开了 所以你的认知是应该 可能是因为经济因素离婚的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 绝大部分是这样子啦 对 那他就在大陆开始定下来了嘛 对 那我想说 也许有可能说 那我在大陆生活工作 回来还养你跟女儿 对那我觉得说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 就让他自由啦 对对对对 不过后来你的女儿跟你讲真相 你才恍然大悟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 其实我心里有点 我老说 有一个机会 为什么说你去北京的话 如果你发展的话 那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回去 虽然不是靠太太吃饭 但是有机会去发展嘛 开一个新的路 对对对对 那结果他就 口感之后跟我离开 那我当然心里会 比较不舒服啦 那后来 等我们离开之后 那自己也有点沮丧了 那段时间过得真的是 然后也没收入嘛 那又带着女儿 所以那段时间 也真的是离开 演艺圈一小段时间啦 去跑旅游 就弄了一部车子 跑旅游啊 带观光课旅游啊 当导游啊 对对对 你什么都做过 对啊就是 朋友介绍嘛 他接Case 接不到他就丢给我 再去 然后就去跑观光课嘛 去赚这些钱 跑一个礼拜 大概就两三万块钱嘛 对就再这样子 那后来 有一天我就跟我旅游聊 那我女儿讲说 你知不知道 你跟妈妈的最大关系在哪 就是你们离婚的 最大因素在哪里 我说 你妈妈想去大陆发展啊 那我就 就是谈好了 我们就放上去追求理想了 他说不是 他说 这段时间 你们知不知道说 当你跟妈妈吵架的时候 吵完之后 你们没有去把它解释开来 你们就觉得就没事了 他说其实不是 他说女孩子的那个心眼 是第一次吵架 好 过几天没事了 第二次吵架 他就把第一次吵架的东西 又再勾他的回忆 那几十年的时间下 你有多少次 会累积的 对 他说你知不知道 我说 突然觉得说 好像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说你知不知道 你们应该是把事情 就是吵架完之后 过几天 大家心里面契合之后 把事情拿出来 好好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 对 而且说 其实这种婚姻是要经营的 对 我后来还知道 原来婚姻要经营 因为从军校毕业 我第一段婚姻 因为第一段的太太离开了嘛 那到第二段婚姻 总会说 反正男孩子在家里面 因为你念军校 对 所以你不常跟你的太太沟通 也会沟通 但是 我们的个性 沟通就是你说了算的沟通 对 你也会 你会讲 我会听 但是我不会理你 这不叫沟通啦 我讲说 别是什么事情 我会把我想要讲说 我要这样做 他说他应该怎么做 我说 我要做 我又做的时候 我还是这样做 我不会理他 就不会去考虑他那个 对 所以比较大男人主义 对 就是 像我在家里面 我比较喜欢吃巧克力 所有巧克力东西 我都喜欢吃了 所以我们家 我女儿 我前妻我过生日 只有一个蛋糕 巧克力蛋糕 没有别的 对 就是 我就是你所当然的 不能点草莓蛋糕 我不喜欢吃啊 以你为准 对 那我女儿讲说 你讲话也像命令似的 我说不会啊 我说我离开 不对那么久了 我现在讲话很温和的 他不是 你现在讲话很温和 可是那个语气啊 你给他有压力 就说你就一定要这样做 我不可 你不这样做 或者就说你不这样做 我说我没有这样子啊 就说我们可以吃草莓蛋糕吗 我不吃啊 就会变这样 就会这样 所以我后来我女儿这样 我还恍然大悟说 原来婚姻是要去经营的 对 其实我们那时候 跟着没有人会教我们这个东西 就说反正生活嘛 要吵架 吵完之后过几天好了嘛 好了就没事了嘛 其实是有事情的 因为事情没有解决 所以你前妻倒是后来 可能也觉得跟你讲没有用 对 他就不讲就走了 我想 多白鱼应该是在我身上了 就是对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说 后来我碰到一些联系 我就真的婚姻要去经营他 其实不只是李组长 好像很多男生 都有这共同的问题 因为女生很爱讲 很爱沟通 对 那男生好像这方面 是比较抗拒一点 对 其实男生就是说 刚才李组长说 有听进去嘛 可是对于女生来讲 你有没有听进去 他不知道 你有没有做出改变 他才会知道 所以其实沟通不是 有听到就好 其实应该要去做一点改变 不过看到刚才 李组长这样的故事 我会觉得说 其实很多男人 在面临这种事业经济 很低潮的时候 那婚姻出了问题 那很快就解释说 因为我没钱 他就觉得不好 男生都很简单化 很容易这样 可是你知道 其实在你过去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 所以这个金钱背后 反映出两个步 一个就是不确定 因为你一下做便当 一下做红豆饼 你要做那个 所以太太会一直觉得说 你都几岁了 那你到现在都不确定 那我再下去 我能够有一个 什么样的未来 那第二个就是 不公偷背后的 那个不体贴 因为你太专注于 你自己要的东西 包括你的演戏 包括你的巧克力蛋糕 那阴眼中 只有你要的东西 你没有去看别人要什么 那太太会觉得 她很失落 这在女性 这种很失落的感觉 她在内心的解读叫做 我不被爱 这种很重是一种 不爱的感觉 对 她会觉得你不爱 她觉得被爱什么事情 她都可以全力 没错 虽然你心中只是觉得 一个巧克力蛋糕 有这么严重吗 可是女生就觉得 你不爱我啊 你只爱你自己 你只爱吃你的巧克力蛋糕 我连一颗草莓都吃不到 所以我会觉得 这会让你的误会越来越深 然后心结就越来越难打开 对 就是小小地方累积 对 李处长现在又回到演艺圈了 对 你现在满意现在的生活吗 现在我觉得说 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所学了 这段时间那么久了嘛 那也有 就是也有在拍一些微电影 电影 当然这几年也在厦门 自己跑厦门去落地发展 对 厦门从事一些 网络剧的一些推展 对 对 那我觉得 现在做我们事情都得心一手了 其实我父亲以前跟我谈过 我父亲说你到底要什么 因为 看我在这个演艺圈里面 打滚那么几十年了 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收入一直不是很稳定吗 我说那你究竟要 你究竟要什么 因为前面几个哥哥都吃中生凤的 都生活很安定 家庭也很好 那你究竟要什么 我说 我就跟我父亲讲说 其实一个人 这一辈子 你只要对你自己生命 交代就好了 我说我的孩子 我不会把负债给他们 但是也不会什么 大的什么财产给他们 自己去走自己的路 我只能引导你说 你走正的路 那至于我就说 在我的命里面 我未来希望在 演艺事业来讲 能够得奖 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好了 这是我一直 往这个目标发展 所以这个是吗 跟你国中的时候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改变 国中的时候你就觉得 对所以我的目标 一直在我心里面 一直这样子 到现在二十几年 你还是觉得 它是你的最爱 还是我的最爱 对 那就继续往前 继续奋斗下去 会会会 一定会 继续加油 我们进广告 好 继续我们来这个 看一看小英的故事 大家觉得你的音乐曲风 是非常摇滚的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你的童年是 也很摇滚 算是蛮凄惨的 妈妈有家暴的倾向 我从小因为我是一个 外省第二代 以及新著名的第一代 我母亲是越南人 是南越共和国 我父亲是因为 华航的关系 到辽国认识我母亲 去了 不是 决定回台湾结婚的时候 才带我母亲 回来台北 虽然他也是有这种 就是 他讲这个福州腔的这样子 虽然是有一点点 跟台湾这个 张州 泉州 福州 有一点点类似的语言 就是台湾话 我也懂一点 但其实个性是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强悍的 那加上我母亲 她就是因为来台湾 有机会这个自己生存 所以她对于家庭的一个心 已经不在了 常常跟我父亲吵架 并且打我 所以她离乡背景 心情也不好 你几岁的时候 开始看到妈妈打你 其实我自己在摇篮上面的 记忆力就有了 我从小就一直被打 我能够 在摇篮里 对 在摇篮里面 我记忆以来就一直被打 但是我都有记忆 然后最明显 也是让我觉得 现在要来分享的 就是我幼稚园的 毕业典礼的当天 很高兴 我母亲也要化妆 我就把我母亲的口红 不小心折断了 结果我母亲就毒打 真的是毒打 毒打以后 哭得稀巴烂的情况之下 带我去参加幼稚园的 毕业典礼是快乐的 所以那一天 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的 早上是痛打 但是到了国军文艺活动中心 参加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 是快乐的 所以那时候 我拍毕业照的时候 我后来看了毕业照 我那一天的心情的起伏 简直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 最极端的两极 都被我感受到了 还那么小 脸会扭曲 到底该哭该笑 就是我后来这个事情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不断地一直发生 然后我到了小学三年级 四年级的时候 已经不会尊重同学了 就是说 我后来对同学的那种伤痛 完全是无感的 是冷血的状态 所以我的人缘很不好 所以我到小六的时候 嘲笑一个被毒打的一个同学 就这个同学他人缘好 就他发起了全班 讨厌应未明的人 在上面签名 就全班有三十几个人签名 都签了 都签了 天啊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是人际关系 已经被判了死刑了 但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已经有意识地想要 希望自己的人缘变好 但是我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人缘还是不好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 这个最问题的根结 到底出在哪里 原来就是不断地家暴 我国中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识了 我必须要透过功课 来去霸凌别人 我不是打别人 功课可以霸凌别人 对 我看到同学考不好 我笑他 我看到那个国一生国二的时候 有些功课不好 因为我是在前段班 我是实验班 我看到那个同学 要准备刷掉 要离开我们班的时候 那种表情的那种 判死刑那种感情的时候 我觉得好爽啊 我直接讲了 我当时真的是 这种扭曲的心理 我看到同学功课不好的时候 我会高兴 那我知道这样子 后来我利用这个功课的关系 我又考上师大附中了 我考上师大附中 又想如法炮制 可是师大附中很自由 所以我后来发觉 自由的情况之下 当我并不是想要 透过功课来去欺负别人的时候 学业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是越来越疏离了 所以我才开始去重视 自己的兴趣 我因为小时候家暴的关系呢 我每天听的那个收音机啊 把那个所有的音乐都背下来啊 三支六立体世界 午餐的约会 ICRT Top40 所有的歌啊 全部都背下来 而且我可以听到那种录音啊 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那种录音的质感 我能够听得非常的仔细 我这是我的唯一的救赎 以及功课 所以后来我玩音乐 为什么呢 因为我音乐的这个 聆听的经验 绝对绝对 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因为小时候的时候 你用这个很专注听音乐 对 来去排阻 排阻 对 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国二的时候呢 早上起来 听我妈妈讲话很大声 我开始顶撞她 结果我母亲拿那个锅子啊 整个甩锅 甩锅 甩锅是整个打在我脸上 然后拿那个皮带这样打 我打到全身那个纸条啊 出现的时候呢 发抖啊 然后这样走去学校 第一个到学校的 因为我很早起 第一个到学校 边念书边哭啊 所以你一股怒气 又去欺负别人 不是怒气 是那个伤心 一直流眼泪的情况之下 已经淋湿了那个课本啊 就第二个同学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同学的时候 我还不能阻止自己哭啊 他这样看看 然后没讲任何一句话 再坐下来 我念不下书啊 因为七点半就要小考了 然后我现在被打 心情已经很难过 七点半怎么考得下试 考到八点的时候 又考不好 又被老师打 那个日子真的是过着 我觉得 你出社会之后 人际关系有改变吗 好 我讲一下 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 甲子电路线大一队 应该是全国更换团员 最多的一个乐团 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人 做一个很长期的合作 然后呢 二十年前 我和一个唱片公司 因为那个就是 发那个表演 心想的一个问题呢 我跟他们的秘书吵架 吵架的时候 那个秘书就对我讲一句话 我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小胤啊 你是不是跟社会上 所有的人 在沟通的时候 都用这种态度啊 意思态度很不好 你是把很多人都当作 仇人或敌人啊 对 这就是一个 先入为主的一个感觉 只要是受家暴的人 他对于人都是 觉得他是敌人 但我这二十年来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沟通的技巧在增加 我在表达事情的方面更清楚 因此我去念这些什么 社会心理学啊 谈判的技巧啊 可以让我和人之间的 沟通的气氛能够变好 但是如果要问我的内心 觉得这个人和我的关系的时候 我只能用说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想要有任何 心情的交流的情况之下 去做一个社交的一个 合作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要我相信一个人的话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觉得这听起来很明显 就是他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他很怕受伤害 不管交流女朋友各方面的 所以他甚至要先伤害别人 以免觉得自己要被伤害 这样子一个童年经验 会影响多久 其实这个是很令人感动 也重视的事情 因为在心理学上面 童年疗愈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每一个人 长大之后的人生 都是依照你童年成长的经验 去复制出来的 包括刚才你 包括刚才你 他很喜欢演戏 可是家人反对 其实他以后 一直会复制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喜欢的事情 都得不到别人的支持 那小应的个案就是说 他因为从小被妈妈毒打 所以他有一个 不被爱的童年 那他就会很习惯 这个不被爱的感觉 所以你知道他去学校 调皮捣蛋 折断妈妈的口红 去跟同学有些冲突 他一直在复制 那个不被爱的经验 因为那个不被爱 虽然是个负面的经验 但是因为他很习惯 那个不被爱的经验 所以让自己安心 所以他去到哪里 长大去哪里 都跟别人吵架 因为吵架 我就可以习惯 那个不被爱的感觉 所以在小应的 童年成长到疗愈的这一段 我觉得他把每一个人 人生都当作是一个孤岛 他自己是个孤岛 然后他刚才不是说 让别人考试考不好吗 所以那个也是个孤岛 因为他看到别人 也是个孤岛的时候 其实冥冥当中心中 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解释 叫幸灾乐祸 对 可是他的角度叫做 原来他跟我一样落魄 所以他会有一种安心 就其实我虽然很糟 但是他也很糟 我们都一样糟 不是是我一个人受伤 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 他那么糟的状态 你怎么不会去同情他 可是对于一个还没有疗愈 完成自我的一个受女儿 他会觉得说 我可怜我自己都不够了 我哪有可怜可以分给你 或许就是在妈妈 在生你的时候 在他那个阶段 他是处于一个 很不如意的状态 他可能很不快乐 所以其实他给了你 一个很不好的童年 对他来讲 可能是他的情绪的发泄 或者是说 对他来说 也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时光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都会讲到 刚刚讲到童年的经验 其实会影响人很大 事实上没有错 童年的经验 确实影响人很大 但他不是 他不是不能改变的 对 所以其实他也很不容易 现在还在奉养妈妈 其实你在照顾他 或许可能想想看 怎么样跟母亲的 怎么样跟你的童年 做一个和解 对你来说 你才能够走出 真正那个相同 我觉得安宜讲得很好 就是上帝给你 一个特别的经历 其实也给你一个 很棒的任务 例如今天来这边分享 我也是 我会先进广告 好 谢谢 其实看得出来小英非常努力 要回到一个快乐的人身上 所以你后来其实结了婚 也生了小孩 对 但是你刚刚已经告诉我们答案 你觉得单身最好 所以婚中没有安全感 对 这边我也特别要强调一下 我现在所讲的 都十几年前的事情 我也是以过来的人的身份来讲 然后今天呢 今天这个通告这个时间 是我前妻的生日 所以今天早上 我已经发了一个 生日快乐的一个简讯 然后他也回复 告诉我说 我们的老大考到万方高中 然后要鼓励他 所以我要讲说 现在此时此刻 大家都是一个 希望生活过得更好 有经营性的一个 就是主要的原则 在过这个日子 但是在十年之前呢 我的确是过一个 非常阴暗的一个 婚姻的生活 三十几岁 你说我有一个受虐的童年 我想不想要有一个浪漫的婚姻 想啊 才想啊 好好对自己的孩子 我希望我的 等于说是 妈妈对于小孩子 是爱的教育 我希望我对于我的小朋友 也是只有慈父 不是严父的这种 我当然好希望 你要当幸福第一代 完全做不到 因为每一天的生活 都有很强烈的那种要求 然后我也没有做好一个 要当爸爸的心理准备 说实在真的没有 那时候有小朋友出来的时候 我一个比较艺术倾向的 当时三十几岁的 对于每天固定的生活 要去照顾 然后或者要生病的时候 要怎么 什么完全无皱无业的 一种关注这样的事情 对我来讲完全适应不了 所以我就开始真的染上了 酒瘾 对所以这都是在 十几年前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呢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跟我的前妻 当时在婚姻过程 关系当中讲说 你可以不要让我出去骑个机车 没有任何原因 他说好 你看我已经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而且我们那时候 还有舞台剧 我还要演舞台剧 出去的时候 下午四点钟就买一瓶红酒 到晚上七点的时候 公演的时候 我已经喝完了 你看才三个小时 一瓶红酒 就在那个后台 还没上去 上去当然演戏成功 我这种演舞台剧 我其实说实在是 舞台剧出生 演舞台剧对我来很价惊 可是我在私底下 可以这样喝这么快 对 那就是心里面有压力 为什么小孩给你这么大压力 而不是给你欢乐 跟前妻的关系 有处于矛盾 还有跟小朋友之间的 教育的理念也不一样 我记得我离婚当天的 前一晚上 发生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我和我前妻 对于小朋友的教育的方式 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的 剧烈吵架 加上我有一个童年暴力的阴影 我知道接下来我对于小朋友 会开始体罚了 你自己有意识到 有意识到 真的有意识到 因为他其实没有一个模范 很多家暴的第二代 为什么会复制 是因为他没有看过 父母怎么对待自己 怎么好好的跟我玩 怎么好好跟我聊天 他没有看过 所以他不会这样 去跟他的孩子做 他做不出来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有时候是 一个学习的问题 可是我已经开始有一种 心理上觉得说 我已经没有办法 按照我认为的浪漫 去走这个婚姻了 已经是越来越阴暗 而且是可能会开始 有一个暴力的倾向 你又开始害怕了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 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完全彻底的决心 去断掉这层婚姻的 那个决心 我现在来看 这真的是自救 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第二天 后来离婚了以后 他们搬出去了 三个月之后 一下子突然的 人生第一次 烟跟酒就断了 你自己 离婚之后反而都戒掉了 对 就这样子很自然的 没有了这些压力 压力 可是我也很孤单 我一个人 可是为什么没有这些了 我第一次才感觉到说 我适合一个人 但我很想问 这个若全哥你怎么看 他到底是适合自己一个人 像他自己现在想的 还是他只是还没适应 跟别人的爱的关系 我觉得因为心理学 有个叫做 被爱不适应症 就是当一个人 不被爱习惯之后 当他活到一个 可能有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不适应 因为里面有责任 有付出 有承诺 这些都是他以前 一个人的时候 他不熟悉的东西 所以他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他可以学习 去爱 去接受 去建立关系 可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信心 觉得自己可以胜任 所以他在自我保护的机制之下 他会觉得断胎 逃离 我回到我原来的 自己的一个人的状况 是最安全的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人生的选择 就我可以选择 永远就是一个人 过自己的生活 那也许某一天 这种爱的形式也会转换 它不一定是成立家庭 像你现在对母亲的付出 也是一种爱的疗愈跟救赎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选择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你只用了 可能是对妈妈的付出 来疗愈自己这部分的伤痛 所以这也是一种 很好的改变 好 你眼红海角7号之后 曾经连续三年 都破百万的收入 但曾经一惨到 一餐35块钱 到现在还是一餐35 对 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先讲一个 最夸张的一件 我人生当中海角7号是8月20 2008年8月22号上映 那一天开始我开始走红 而且爆红 到了2008年的12月31号 我已经马上就赚到了一桶金了 才四个月的时间 那时候我上一个节目的两次 一个是七月份的时候 一天只能吃一餐 因为我那时候很穷 然后那个节目到了年底的时候 在访问我的时候 我直接拿出那个存折来 就是真的破百了 然后接下来连续三年都破百万 而且那时候是抽成之后破百万 所以我那时候 可是我那时候不懂得理财 所以很可惜的 加上我又去买一台进口车 所以钱很快的 然后加上小孩子的开销 共同抚养费我要支出 所以用钱用得很快 所以到了大概2015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去学会理财 然后再签一个 当时的电视公司的经济约 慢慢让我再走过 每餐35元的一个 节俭的一个日子 但是请理财学习 这样 OK OK 你后来花了十年的时间 你用书写的方式 摆脱阴影 对 你写什么 我首先讲 我从小就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开始写日记 而且有留下来 所以我看到那个 小学三年级的日记的时候 其实我有把它 po在网络上面 大家看到思路已经 十岁的时候的那个思路 已经够清楚了 我因为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会提 给我一个 我自己肯定自己 我从我自己的实践 然后再 那我现在写 十年之后 我再看会怎么样呢 我就开始去写日记 一直疯狂的写 我首先是买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日记本 这个日记本 一下子就写完了 后来我就开始改那种 计算纸 那种很普通的那种纸 你写了七十几本了 然后后来我想说 他干脆就直接买A4纸 就写了五百多页 所以我就 我对着 你现在会在网络上写吗 我有破出那个量啦 让人家吓一跳 所以我是说你应该 比如说自己有一个Vlog 或是什么书 因为你这么喜欢书写的话 其实你可以有读者的 我的意思是吗 对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透过歌词嘛 因为我有音乐创作嘛 那我音乐创作 我音乐创作 大家都不知道 不要说你们不知道 居然去年发行一个单曲 还打入到台湾的 那个嘻哈排行榜里面 就是说我还是有歌词创作 他的创作能量好大 我问一下若全哥 你们都写很多 一直写一直写 有用吗 有耶 其实写作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那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小应透过这个书写 自己已经真的是疗愈了很多 不过如果说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也许小应 接下来可以再试着 因为我们叫做叙事疗法 其实有三种角度 一种就同一件事情 用我的角色写一遍 然后再用第二人称 你的角色再写一遍 然后用他的人称 第三人称的角色再写一遍 那你就会发现 一个事件其实有 至少有三个观点 比如说你就会发现 刚刚阿姨讲的 你也许在回顾你的童年的时候 用别的角色写完 你会发现说 原来我妈妈就是有一个 不被爱的经验 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爱我 所以当你有不同的角色 角度去写你的日记的时候 你也许能够有更宽广的视野 更多爱的视野来看自己 而且我要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是同好 我也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写日记 所以我其实刚刚觉得 真的你可以试着 就是把你所书写的这个部分 让你有读者 其实很多时候读者是一个回馈 而书写就是你的舞台 你的舞台不一定 当然你现在的舞台是在舞台剧上 然后可能在音乐上 可是你可以有第三个舞台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 而且像我就是一个 怎么就是跟你一样 就是不写完睡不着觉的那种人 所以我后来就是从记者的路上 转到书写的舞台 到现在的网路上 有很多的粉丝看我书写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而且你会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书写的狼狱 而且跟粉丝的互动开始建立一种不一样的关系 对 其实就是还是那个老话 我思故我在 所以对 就是思就是书写 对 很棒很棒 今天谢谢我们现场来宾的分享 我觉得谢谢你们这么诚实的这个分享 你们人生中这么宝贵的经历 也让我们上了真的很棒的一课 当然人生中有非常多的这个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都不断地在感受经历跟成长 那也希望这一切最终会变成说的挫折是我们人生中最棒的养分 一起加油 谢谢 拜拜